144例 那還是一樣比較特別是苗栗縣 新增的66例 桃園46例 基隆市13例 彰化縣11例 台中市9例 新竹縣7例 屏東縣4例 南投高雄嘉義各3例 新竹市 雲林縣台南市各1例 那主要在今天增加的案例當然也因為苗栗 有這樣的一個情況一個移工跟工廠的一個情形 所以增加的案子比較多 那也另外 所以我們進來在整理的數據 若要來算我們這些數目來算 我們先都抓前兩天當作單天的個案 那這樣是會有一點失真 好那前段時間全面當然是